台中市大甲铁砧山风景区 在去年油气设施启用之后 吸引了大小朋友前去旅游 这假日人潮暴增 当然停车乱象也多 志愿吴敏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争取建立智慧停车的告示系统 并且把游客中心的广场绿美化 要来改善游客油气品质 放眼望去美景尽收眼底 一旁还有体建设施可以玩耍 大甲铁砧山风景区 每到假日人潮多 停车阁以为南丘出现不足的窘境 天山风景过去 我们是地平的运动的人 来这八山的地方 便做说现在已经是假日 游客非常多的一个风景区 大概在假日的时候 游客都非常多 很多人上来 他就没办法停车 他也不知道哪里有停车位 那我们希望说提升这个观光品质 把整体规划好以后 把它做好 来这次游客会越来越多 铁砧山风景区在去年雕塑公园 全零油气设施启用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旅游 假日人潮整整暴增六倍 导致停车秩序混乱 为了维护旅游品质 市议员吴敏机就争取建立智慧停车告示系统 让游客能进入园区前就能得知 剩余车位数 并将游客中心广场重新打造迎宾轴线 迎入植栽增加草坡 及设置假日市集总经费1125万 终于规划这个全区智慧型的一个公告系统 这个主要的这个系统主要是让民众说 比如说他在中山路那边还没上山之前 就可以知道我们铁砧山这边的停车状况 不要让他说上海之后找不到停车位 浪费他时间 希望说藉由一些景观绿化的手法 然后改善一些既有停车场的一些铺面 那透过软性的手法接着一些景观的植栽 藉由土坡这种软性的一些素材 跟一些植栽绿化 然后说到一个游客中心比较软性的一个景观的空间 改善工程已经开始失作 预计明年端午节完工 利用科技提前告知车位数 游客更能妥善安排旅游行程 更加上广场结合购物及赏景空间 丰富铁砧山油气的多样性